追星無難度 手機直播太陽風暴 小孩子可不可以學駕穿梭機? It is possible 想近距離看看其他星球 不用每次都要做太空人這麼大陣像 太空館中會引入新的太陽望遠鏡 兩年後大家可以實時看到太陽表面的大爆發 甚至引致北極光的太陽風暴 現作用的是白色白光的波段 可以看到太陽表面的現象 包括太陽黑紫 或是金星靈日或水星靈日這些現象 都可以透過這個白光影像清晰地顯示出來 遲些加上其他望遠鏡 看看月球的月海、八大行星和他們的衛星 不同的天體奇景 除了在太空館中的大螢幕播出 還可以在網上直播 手機都可以看到 加起來 整組新儀器有四支鏡頭 現在就在詳細設計和製造工程照標 現在用的太陽望遠鏡 原來1981年已經投入使用 是當年最先進的 但現在夠到連製造商都已經停產 沒有零件可以換 捱多兩年就要退役了 新一支可以記錄拍到的影像 以動畫形式播出來 看起來就更有動感 鏡身還會是真空設計 減低陽光熱能的影響 又可以防風防雨